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此无论是军方还是警方都迫切需要一支专用高精鞠 等着自己重新研发出一支高精鞠 显然来不及 最快的方法只能从现有的外贸产品中挑选合适的使用 当时中国选用的是CSLR3与CSLR4 CSLR3与CSLR4基本相同 只是口径不同 CSLR3是5.8毫米口径 CSLR4是7.62毫米口径 可以理解为一种狙击步枪的两种口径版本 虽然因为价格昂贵被起了26万的绰号 但总算结束了国内没有高精鞠的历史 随后CSLR3改进后成功获得户口 被正式定型为QBU-141 进入解放军制式装备系列 而7.62毫米版本的CSLR4 却迟迟没有给予正式编号 仍然以黑护的身份在军中服役 不过有意思的是 在各种比赛和新闻报道中 定型的QBU-141非常少见 反而是黑护CSLR4亮相频频 那既然如此 为啥不把CSLR4列装呢 可能因为几年过去 CSLR4已经成了牛夫人 如今军队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 新的小甜甜CSLR35 在2018年的珠海航展中 就出现在部分媒体报道中 但真正见到实物视频 还是近市场出品的外贸宣传中 CSLR35 相比CSLR4的性能提升 简直是革命性的 精度100米小于等于0.5分角 比CSLR4的性能提升 可以调节长度及以转用按钮调节亮度的强托支架 而脱塞板和底肩板也可以调节高度和长度 同时以内置转盘转动调节支架 亦可把脱塞板向前或向后调整位置 令射手可以按照他们的个人情况自行调整 以适应不同身材和穿着不同防弹衣的射手 护目可以算是这款狙击步枪区别于国产其他狙击步枪最大的特点了 上部并没有一体式的长条导轨 而是根据需要安装不同长度的战术导轨 可以方便的安装或串联 各种瞄准镜 夜视仪 热成像仪等光电设备 CSLR35狙击步枪还降低了枪重 考虑到狙击步枪是单兵斜型武器 它对于重量这个指标还是非常敏感的 CSLR4狙击步枪护目采用 纤维增强热素塑料内浅钢箭助速成型 长度偏大重量偏重 CSLR35则缩短了护目 取而代之类似于MLOK的战术导轨技术 这样在枪长由1.1米增加到1.2米情况下 重量由6.5公斤下降到6公斤 更适合单兵斜型 另外CSLR35狙击步枪采用来伸缩式枪托 可以适应不同体型士兵使用 枪支忍击工程更好 这款护目截面呈八角形 侧面有许多导轨接口 可以方便的安装战术导轨片 使侧面和底部方便的安装前握把 两脚架战术灯 激光瞄准器等 如果不安装则可以拆除以减轻重量 这种设计是CSLR35的重量 从CSLR4的6.5公斤降低到6公斤 为了进一步提高射击精度 CSLR35使用了国产新一代的 CSDEL3A式7.62毫米专用狙击弹 该弹是CSDEL3式7.62毫米专用狙击弹的 升级版本 这种专用狙击弹进一步优化了全弹的气动外形和性能参数 结构设计更加合理 枪弹出膛和飞行姿态更加稳定 内外弹道性能更好 更令人吃惊的是CSLR35居然还有一款8.6毫米口径版本 从照片也能看出两款枪的不同 7.62毫米版本的护目接口有7个短孔 枪口没有制推器 而8.6毫米版本的护目接口为4个长孔 枪口有制推器 弹侠也有所不同 8.6毫米口径举击步枪已经喊了很多年了 原因也很简单 在12.7毫米和7.62毫米之间 有一个尴尬的精确火力空白 而且现在防弹一发展迅速 7.62毫米子弹在高等级防弹一面前也无能为力 于是新的338子弹出现了 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拉普马格南弹 能够兼顾射程 精度和杀生力 而重量上相比12.7有更好的协行性 这种弹药最大有效射程达1750米 出塘动能达6525胶尔 接近7.62纳托弹 3352胶尔的两倍 能在1000米的距离上击穿标准军用防弹一 8.6毫米这个口径如此之香 习惯于摸着榜样过河的中国也自然要跟上 近几年的中国防务展上 先后展出了北方工业 湖南兵器 哈尔比雄鹰出品的三款8.6毫米狙击步枪 目前8.6毫米版本的CSLR35发射的就是普拉马格南弹 还是国际新弹 我们还不得而知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8.6毫米这个口径能够兼顾射程 精度和杀伤力 而重量上相比50有更好的协行性 也许这也是狙击步枪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而可惜的是中国也不再迷信小口径包打一切 开始跟上这个8.6毫米的潮流 作为轻武迷 这几年无疑是幸福的 中国轻武器近年来迎来集体大爆发 着实让我们过了一把瘾 而此次亮相的新居无疑也填补了同时期 亮相的191式新枪谱系的新空白 无论是颜值还是性能都堪称完美 有人分析CSLR35有可能成为 我军新一代中口径高精度狙击步枪 从整体上来看 CSLR35狙击步枪 应该是CSLR4狙击步枪更新换代产品 CSLR4在2011年交付使用 至今已经接近10年 前面说过它的枪管寿命只有3000发 加上使用单位训练强度较高 枪管寿命消耗较快 加上战术技术指标相对偏低 即将进入更新荒代时期 外界认为CSLR35有可能在2020年之后 逐渐替代CSLR4狙击步枪 装备陆军合成营狙击排 特战分队和特警分队 成为国产新一代高精度狙击步枪 我们期待新的高精居早日定型 早日拥有真正编号 为中国陆军载添一把远程杀的利器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不同的观点 您的订阅是对军武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